同学们好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开设一门新的课程 房地产经营管理 这门课程对于房地产专业来讲 是一个必修课程也是一门考试课程 房地产经营管理 作为一个对房地产专业的一个导入的一门课程 它会从很多方面介绍房地产的基本知识 包括房地产开发过程的基本程序 和房地产经营管理的一些基本技巧和基本原理 那么今天我们讲这门课是一个导论 那么作为导论 主要是引导大家进入房地产 去了解这门课程的基本情况 基本目的和学习这门课程的一些基本方法 那么作为房地产导论的一门课程 它从更广角的角度来介绍作为房地产经营管理这门课 它要达到什么目的 并且对于为以后的各个讲或各个章 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引入和基础性的介绍 那么这一章或者说这一讲 我们主要讲三个基本知识点 那么作为第一点 知识点我们主要介绍一下住宅于房地产 那么第二一部分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门课程的一些性质和学习这门课程的基本目的 那么第三一个方面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作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程序 或者一个基本过程 那么以后各讲 就按照房地产经营管理的基本程序来展开 来解释 并逐步的深入进去 对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关键节点给予阐述 并给予讲解 那么下面我们开始第一节 住宅于房地产 那么房地产或者说住宅和我们大家密切相关 我们每天读居住在一定的住宅 或者生活学习在一定的住宅当中 那么房地产和住宅之间 究竟有哪些最基本的一些界定 和基本的一些道理 我们第一节或者说第一个指指点 要把它讲受清楚 所以第一个问题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住宅与百姓生活 每当我们谈到住宅的时候 我们首先反映出三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房 房屋或者说房产 那么房产对于我们来讲 直观的来讲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房子 它是由一定的建筑材料 按照一定的规则建构起来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horse或者是horsie 它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直观的或者是一个表面的东西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家 当我们谈到住宅的时候 或者我们谈到一个建筑物的时候 它对于我们最具人情味的一个感想 或者感情 就是我们所说的家 就是home 那么它比我们所说的horsing 或者说住宅 就具有了一个更深层次 或者更深入的一个含义 第三个方面 就是我们所说的family 就是家庭 所以家庭 它能够把我们所说的房子 或者是家 或者与人直接有关意的生活 介绍进去 所以住宅对于我们来讲 它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意义 这个意义对百姓来讲 也是更紧密相关的一个意义 那么对于房地产开发 或者房地产经营管理来讲 它主要的目的 就是开发适合老百姓需要的房屋 这个房屋又承载着一个家庭 或者承载着我们所说的家的一种希望 所以说从住宅与百姓生活的角度 我们认为房地产开发商 所开发出来的是房子 那么一个好的住宅 却不仅仅是一套漂亮的房子 而且应该提供和引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人的一生有相当一部分的时间 是在房子里面去生活 去生产 或者是在房间里面度过的 所以房子里面的一些环境和房子的布置 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门学问 去研究住宅的开发 包括住宅里面的一些布置 和住宅成美价格等等这些关系 现在从老百姓的角度 每个人都要去拥有自己的住房 或者租住自己的住房 那么在他的一生当中 就要花费一辈子 或者半辈子的价钱 去拥有一套住房 那么住房就不仅仅是一个建筑 它更承载着老百姓的一些民生和需求 所以我们说 对住宅的开发 包括房地产的开发 以及房地产经营管理 从更广域的意义上来讲 是引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是提醒人们更好地去生活 更好地去生存 更好地去体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追求和价值 这是我们讲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想拥有住房 是中国百姓生活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所以从我们国家党和政府的政策来讲 居者有其屋是我们住房政策的核心 那么居者有其屋 我们所说的屋就是我们所说的房子 特别的对老百姓来讲 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屋 当然我们拥有屋的方式 可以是购买一套住宅 也可以是租立一套住宅 但是却是我们老百姓 在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 所以我们国家对住房政策的一个根本点和出发点 就是居者有其屋 当然这种居者有其屋的方式 可以是通过市场来提供 也可以是通过政府的保障去提供 这就是我们的住房提供 有一种多层次的或者说多维的供应体系 这个多维的供应体系的核心 就是使老百姓拥有一套自己满意并住得起的住房 这也就是我们从房地产经营管理的角度去解释 或者阐释我国住房政策的一个核心或者是本质 那么这个知识点的第二个方面 我们要认识一下房地产 我们这边刻的名称叫房地产经营管理 那么房地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界定 或者说我们从哪些角度去理解或认识房地产 那么我们从学术的角度 我们给房地产一个简单的界定 这个界定就是房地产是指房产和地产的总称 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到房地产的时候 我们把房地产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房产 这个房产就是我们简单说的房屋 就是我们所说的horse 就是在一定地基上建造出的building 这是我们说的一部分 那么第二一部分是地产就是土地 因为住宅或者房屋不能建在空中楼阁之上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叫地位房宅房以地建 所以房屋总是建造一定的土地之项 而房屋和土地或者说房产和地产又是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所说的房地产从大的形态上来讲 分成这么两块 那么这两块实际上又包括三个部分 所以包括土地和土地上永久的建筑物 极其衍生的权利 所以从知观的角度 我们来看待房地产的时候 所以一是房屋 二是土地 但由于房屋和土地的特点 特别是它的不可移动性 所以我们对土地或者房屋综合体房地产的认识 主要是通过它的权利 而且我们目前所说的房地产其实指是权利 也就是说我们交易 或者说我们买卖一项房地产的时候 从表面来看 我们所买的是房屋或者土地 但实际上它交易的是权利 包括土地的使用权 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 以及房地产的抵押权 租赁权等等这些权利 所以这些权利是我们把房地产作为一项财产的一个本质特征 如果失去了这个本质的特征 那么我们对房地产的认识就是浮潜的和片面的 所以我们从学术上讲可以把房地产分为房产和地产两部分 包括土地一大块建筑物是一部分 另外建筑物和土地上面固有的这些权利更是它的核心部分 如果把这些权利去掉之后 房地产本身由于其不可移动性 就会失去其价值的可转移性和艺术政策的一些影响性 那么对于房地产的认识 实际上我们又从三个方面去了解一下它的特性 房地产和其他的财产不同 如果我们大家在沈阳发现了一台彩电比大连便宜 你可以到沈阳来买的彩电把它搬到大连去 但是沈阳的房产比大连便宜 你却不可能把这块房地产挪到大连去 这就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叫不可移动性 这种不可移动性突出的表现在房地产位置的固定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位房在房以地间二者不可区分 也就是这种不可区分 导致我们去拥有一套房地产的时候 实际上拥有的是它的权利 本质上拥有的是它的权利 我们的保值增值也是由于它权利的保值增值 也是由于它权利的收益造成的 那么这种不可移动性作为房地产 或者说作为房屋和土地的一个固有的特性 就决定了房地产的一个核心的特征 这个特征就决定了其他的特征 你比如说我们在讨论房地产的特性的时候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保值增值性 我们说在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房地产是人们所拥有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财产 特别是人们对于居住和住台的需求 那么现在作为投资的角度来讲 房地产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的时候 它又具有了一个蓄水池的作用 这个蓄水池就是当经济有一定的通货膨胀 或者有一定的过热的时候 房地产的投资或房地产的持有 具有一定的保值增值 这也就是说越有通货膨胀的时候 人们对房地产的投资越趋于这点 当然从副作用来讲 可能会使房地产有一些过热 但是这种保值增值的特性 就是许多投资者 特别是许多富豪所追求的 也是很多企业所追求的 那么作为房地产的第三个特征 就是易受政策的影响性 特别在我们国家 房地产的政策 大部分是由国家来出台的 包括对房地产的产权登记 包括对房地产拥有资金的一些限制 以及一些宏观调控 那么每当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之后 房地产业就会受到影响 特别的金融政策的出台 放宽或者放松 不会直接或间接的导致 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波动 这些波动又直接影响到 宏观经济 或者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些变化 这些宏观经济层面的变化 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一些波动 或一些趋势 所以当我们谈房地产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回避这三个最重要的特性 特别是房地产的本质特性 它的不可移动性 从价值角度 它的保值增值性 从我们国家房地产的角度 它的易受政策的影响性 那么房地产在这么多特性的基础上 它的发展或者说它的发展趋势 在我们国家来讲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应该是趋于一致的 和大的趋势是趋于一致的 那么从整体分类的角度 我们把房地产又分为大的三类 那么一类房地产就是我们所说的居住类房地产 就供老百姓进行买卖和居住生活的 那么第二一类就是商业地产 商业类房地产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写字楼 宾馆 一些商场等等 那么还有一类大的房地产 就是工业类房地产 比如说重工业厂房 轻工业厂房 当然我们对房地产这个分类 从大的角度把它分为居住类 商业类或者工业类 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小类 你比如说乡村的房地产 你比如说中药用房地产 你比如说有一些木地等等 它都是一些房地产 但这些房地产的分类 对整个房地产的市场所产生的作用 不是太大 它仅仅是作为一个类别在存在 那么特别的对于房地产经营管理 所起的作用不是主流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把房地产分为居住类 商业类和工业类的房地产 这是我们第二个方面 认识房地产 那么第三个方面 在本知识点里面 我们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房地产业 但直到房地产的发展 它的开发经营管理会成为一套体系 这个体系就会形成一个产业 那么我们从学术的角度 或者从讲课的角度 对房地产业给一个简单的一个界定 或者说我们理解房地产业的时候 我们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个就是我们给一个界定 就是房地产业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的产业 特别是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来 房地产业作为改革开放首当其冲的这么一个行业 现在逐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 是国民经济新起的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逐渐变成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这个产业它所涵盖的范围 包括从房地产的开发 从经营管理一直到房地产服务 房地产的开发 比如说我们拥有一块土地 把它开发成一特定的产品 比如说住宅工业地产或其他类地产 包括我们对它的一些经营和管理 而且房地产业的服务业的发展 从目前来看是占了非常大的比重 而且确实是房地产中介服务 包括房地产价格评估 也包括房地产咨询经济等等 那么从国民经济分类的角度 房地产业的产业性质 是我们应该了解的第二个小问题 就是它的产业有自己的性质 房地产业按国民经济分类 我们把它叫做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就是我们所说的服务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不一样 建筑业属于第二产业 而房地产业属于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往往标志着 国民经济的一种高仪化 国民经济更好的 更良性的往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所以作为第三产业 房地产业不仅仅给我们 或者给老百姓提供了合适的住房 同时也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 或者说良性的支撑 那么对于房地产业的第三个方面 我们大家要简单了解一下当前我国房地产业的一些特点 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国家的房地产业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 以后兴起的 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体现了这么几个比较大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 它是直接进入市场 并直接伴随着我们国家市场经济而发展的一个产业 由于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 是在计划经济时代 相当一部分产业 或者说相当一些企业的发展 都是在计划经济发展的 那么房地产业不是 是在改革开放 直接在市场经济伴随下 或者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升起的产业 那么这个产业 它的开发经营管理 它的企业活动 包括它的一些定价机制和机理 完全是在市场经济要求下 所以现在它也是在市场经济下 最具活力和最市场化的一个产业 第二个特点 从产业的角度 房地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执着性产业 它不仅关系到民生 关系到整个一个区域 或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同时对一个区域的国民经济发展 具有很好的一个支撑性 这种支撑性突出的表现在 房地产业的启动性和联动性 那么房地产业或者说一套住宅的建设 往往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包括钢材 这些建筑材料 水泥等等 还要包括一些家电设备 包括装修等等一些产业的发展 这个产业的发展 就它能够带动一系列产业 所以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 具有启动性和联动性 那么第三个特点 目前我们国家房地产业的特点 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领域 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 特别在GDP发展不断上升的情况之下 部分经济的层面可能会有些过热 部分地区的经济可能有些过热 这些过热的层面 或者过热的地区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和房地产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在宏观调控当中就会把房地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 或者重要的一个领域进行调控 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 目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热点和焦点都集中在房地产业上 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国家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确实占有一定的地位 如果这个产业很小 我们可能就不关注它了 或者不把它作为一个宏观调控的重要领域或者重要方面 这种调控或者说这种对宏观经济的一些影响 都是房地产业作为一个产业所欲生俱来的一些特点 我们在把握房地产业发展的时候 必须把握这些特点才能更好的了解它和利用它 也能更好的去调控房地产 使它能够健康发展